我希望说这一节能够把二十五章这个内容大概的讲一讲。 好,那个刚才我们谈到说这个神要把这个外邦的这些诚意都要来毁掉。 使这些城变成乱堆。 我们刚才谈到说我们从个人的这个层面来去了解就是说我们所做的我们都是要处理神而且是要来去依靠神。 但是在这个圣经里头我们发觉到说神的教会在被建立的同时呢, 你发觉到说会有这些很大的阻力,主要是来自比如说巴比伦。 因为有些人他们在服侍的时候他们不是照着神的旨意去服侍。 他们在建立自己的国度。 我们说他们在建立自己的诚意这些坚固城。 那就好像最近我们这个英语系的这个非洲开拓区啊, 这两年来啊,这几个月来啊, 发生了一些相当严重的问题。 因为有一些分离分子去跑到我们去那些开拓点或者已经有教会的地方, 他们去不单只是搞乱,好像重新再建立他们自己的教会。 比如说,一些分离分子是在这些地方 即使是在建立的地方,即使是在建立的地方。 那我们发觉到说有一些地方 比较软弱的或者信仰的这个根基没有那么稳固的, 有些人啊,都受他们的影响。 那我们当然都知道说这种工作的处处是在哪里呢? 那这些城我们要怎么去,这些人的工作我们要怎么去面对它呢? 那我想说除了我们要不断的去警告或者提醒我们的信徒之外。 那当然我们要求神亲自动工。 那如果神帮助的话,神动工这个城,他们所建的这些城一定会被完全毁灭掉。 如果神帮助的话,这些城市被建立的那些城市被建立了。 其实那个Sajjalin亚书,他有谈到说这个在建立的圣殿的时候, 会面对一个大山。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这个第四章。 这个第四章。 我们来念这个第六节跟第七节。 Sajjalin亚书的第四章第六节跟第七节。 Zacharin亚书的第四章第六节跟第七节。 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只是所罗八卜的万军耶和华说, 不是依靠私利,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我的令方能成事。 那中文呢,他加进去说这句话呢,方能成事。 如果是正确的翻译的话呢,那要成就什么事呢? 那我们来看那个第七节我们就知道嘛。 这里他那个大山。 他说你算什么,在所罗八卜面前你必成为平地。 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 人却大声欢呼说,恩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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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道我说。 Qi es tu,Grande Montagne? Devant Zorobabel,tu seras aplani. Il en sortira la pierre principale,au milieu des acclamations. Grâce,grâce pour elle. Amen. 那六节,七节连起来看,我们就知道说,这个要靠神来解决的事情呢,就是把这个大山移为平地。 那要把这个大山移为平地呢?不靠势力啊。也不靠才能。 因为人的势力,人的才能,总是有一个限度的。 。 那一定要靠神的力呢? 那一定要靠神的力呢? 。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耶利米书 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的五十一章 这个五十一章的我们可以来看这个二十四节跟二十五节 五十一章的二十四节跟二十五节 耶利米书说我必在你眼前报复巴比伦和迦勒底居民在西安所行的诸恶 耶利米书说你这行毁灭的山就是毁灭天下的山 我以你反对 我必向你伸手将你从山源滚下去 使你成为烧毁的山 这里谈到说神要跟这个巴比伦来作对 他就好像一个烧毁的大山 烧毁的山一样 这里二十四节说 这个巴比伦其实是在西安行了很多的恶 我们谈过说这个巴比伦在启示录的时候是 约翰看到异象的时候是一个城市来去描写它的 那其实这个巴比伦是跟真教会来敌对的 今天我们发觉到说在真教会被建造的同时 也有很多这种在教会里头破坏的力量 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 有人自己在建立他们自己的诚意 就好像他们跑到非洲去搞乱 去搞乱 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说 束手无策不懂要怎么办 那我们就要依靠神的这个圣灵的力量 那我相信说如果大家同心祷告 祈求神在神的面前来 神一定会伸出他的这个大能的手 一定会把这些什么 这个外邦城都毁掉 那这样神的这个教会就能够被建立起来 好那我们看回这个二十五章 当然这个当神毁掉这个外邦城的时候 这些人都来归向他 那你就发觉到说 这些所谓的嘲诈生也同时会消失掉 就像第五节所谓到的 这些众人的这些嘲诈生 很多时候这种众人的这种声音 就是反对的声音 因为这些城已经被毁掉了 所以这声音也消失掉 当然这个是神一个很大的作为 那我们如果从第六节来看 这里呢好像谈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这就是神要在圣山里头 这个神的山就是神的教会 来吞灭死亡 直到永远 我们要谈到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去看 当然我们可以说 当然我们可以说 从一个比较普遍性的一个观点 来去理解它的话 那就是说 如果没有这个山 就是神的教会的话 那死亡就不可能被吞灭 有人会这样说 你们教会不是传耶稣吗 为什么传教会呢 不是耶稣灭掉死亡吗 难道你们 你们的教会有这种权柄 来胜过死亡吗 这样的一个说法 在那个根本上 那个基本 那个什么 最基础的那一个层面 已经是错误的 因为我们不可以 把耶稣跟教会分开 因为耶稣是教会的头 那个教会是他的身体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观点来看 是分不开的 因为现在耶稣已经升天了 现在耶稣已经升天了 他已经把这个权柄 赐给了教会 他已经把这个权柄赐给了教会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书 我们看十六章 马太福音书的第十六章 我们来看十八节 我想说这是我们熟悉的 我们常常讲的 这些语言 我还告诉你 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 建造在这盘子上 阴间的权柄 不能胜过他 或者是阴间的门 不能胜过他 在这里 主耶稣很清楚地说到 他会把这个权柄赐给教会 这是得胜阴间的权柄 的这种能力 我们知道说 耶稣复活之后 我们知道说 一旦那个神的权柄 就说 主耶稣其实 他自己这样说 他说这个天上 地下所有的权柄 都吃给我了 这句话是耶稣对门徒说的 所以他说 所有的权柄都吃给我了 那你要知道说 因为耶稣是教会的头 很自然的这个权柄 也是吃给教会 所以当圣灵降临的时候 教会就得到这个大权柄 就是能够救人 脱离死亡的权柄 所以我们发觉到说 那个使徒们 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 他们很直接的说 受洗是要让你们的罪 得到赦免 因为罪让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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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得赦免的话 这个人就会得生命 就会得生 所以我们说 这个教会是有权柄的 这就是为了 所以我们认为 我们不来到神所设立的教会 绝对得不到赦罪的恩典 这不是人的作为 这是神的大权能 没有一个人能够说 他可以赦别人的罪 没有 那我们都知道说 赦免人的罪的这个权柄跟恩典 是来自于神 那我们的重点是说 神已经把这个权柄赐给了教会 那从比较 就是针对以赛兰书的25章来说 他说这个死亡 在这个圣山上 这死亡会被吞灭 我们要怎么去理解它呢 如果我们看我们今天的教会 我们发觉到说 我们还没有达到完全 跟这个完全还有一个相当的距离 老实说 老实说 离得蛮远的 我们也需要 尽很大的努力 求神 我们才能够达到完全 我们才能够达到完全 在这个圣山上 其实眼泪差距就是得安慰的意思 那就是没有悲伤了 我们虽然今天是在神的圣山 今天是在神的圣山 今天是在神的圣山 因为我们不完全 所以我们的内心的深处 有时候还会有一些 这些情意的事情 会跑出来 有时候我们也看到说 教会里头也有骄傲的事情 也有嫉妒的事情 也有纷争的事情 那不仅慎的话 这些东西都会让我们 远离神 甚至会导致我们的灵命受亏损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 来去想的话 我们发现到说 在教会里头 还有许多流泪的事情 我们来看 启示录的第20章 对不起 21章 启示录的21章 我们来念第4节 1章的第4节 那这里说 没有眼泪 就是说 不再有死亡 没有死亡 当然就没有悲伤 也没有哭号 也没有疼痛 那再说 以往的事 其实可以翻为旧事 这个旧 可以指着 情意的事 一切败坏不好的事 都过去了 这个是在什么时候 才会过去呢 那我们发现到说 当教会得胜的时候 或者说 个人达到完全的时候 不是 个人得胜之后 那教会 达到完全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看 第7节吗 第7节 得胜的必承受 这些伟业 我要做他的神 他要做我的儿子 所以你发现到说 当教会达到完全的时候 那这个死亡 就不再会影响到我们 就是罪的事情 再也不会影响到我们了 当教会达到完全的时候 那这个死亡 就不再会影响到我们了 所以呢 教会那时候 就把 靠着神的能力 就好像 在教会 那个时候 死亡 就被吞灭了 一样 我们知道说 耶稣已经胜过死亡 我们也可以学习 他的帮样 跟从他 求他的帮助 来胜过死亡 我们可以 也能够取得胜 就是说 我们完全能够脱离 罪中 能够得胜 所以这里让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对照 以赛亚书的二十五章 这件事就是 死亡被吞灭 完全被吞灭 不再影响教会的时候 就是这些所谓的 外族人 这些凶恶的人 等等 都被神胜过了 都被 除灭了 然后当 在教会 成为 完蛋 都被 这死亡 都被 被吞灭了 这时 当时 这些死亡 都被吞灭了 都被 被吞灭了 那 还有一点 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因为神 已经把这个 权品 吃给教会 得胜死亡的权品 最终让我们 得到完全的 这个权品 这也告诉我们说 不单只 我们要相信说 教会 是唯一的 而且是有 神的权品 在其中 更重要的 我们每个人 都要 保守自己 在教会当中 这样看起来呢 离开教会的 就没有办法 达到完全了 而其他人 都不能够 得到完全的 这红尔 都不能够 达到完全 反而会 怎么样 反而会 灵命 会死亡 如果我们 不仅仅 不仅仅 得胜死亡 更加 他们 的生活 会 死亡 这不表示说耶稣没有胜过死亡 他已经胜过了 只是我们胜过死亡 达到完全的这一个过程 还没有完成 好,我们来看二十五章的第九节 回到这个以赛亚书二十五章的第九节 那到那日人必说 看啊,这是我们的神 我们素来等候他 他必拯救我们 这是耶稣 我们素来等候他 我们必因他的救恩 欢喜快乐 那这里有一句话 就说我们素来等候他 就是我们一直在等候的这个主 那他的拯救最终来了 就好像说 我们达到完全之后 那我们就能够完全的体会到这个救恩的宝贵 这第九节说 但是我们就能够到这个标准呢 但是我们距离这个标准呢 还有一个相当的一个路程呢 那我们就能够到这个标准呢 那我们发现到说 这里第十节开始呢 他在谈到这个摩亚人 这个摩亚人在那个旧月圣经呢 被提到很多次了 那他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啊 那他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啊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那个第十节嘛 他说 耶和的手必按在这山上 也摩亚人在所居之地 必被剑塔 好像干草被剑塔在分子的水中 那为什么在这里特别谈到说 在这个圣山里头 神要好像要特别来对付 这个摩亚人呢 那我们如果从十一节十二节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摩亚人这种特性 那我们如果看的话 那第一是骄傲的 那中文有没有谈到骄傲 那个法文有没有谈到骄傲 有 那个神会降低他们的骄傲 对 还有呢 这种人呢 是行诡计的人 所以你发觉到说 其实这是神所憎恶的事情 我们开始的时候 有谈过说 其实在先知书里头 神所谈到的两 这个百姓的两大问题 其中的一个 就是骄傲 就是说他们常常跟神的这个旨意 神的这个吩咐 不去听从神的吩咐 跟神来做对 而且呢 行识为人呢 不正直 手里呢 常常行这个诡计 我们这些 刚才已经谈过 略略谈过 说我们在神的家 我们应该怎么行 你发觉到说 最后能够留在神 圣山里头的人 都是温柔 千杯的人 这种温柔 这种温柔 千杯的人 是懂得信靠神 遵守他旨意的人 这种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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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的温柔 今天我们看我们教会 是不是每个都温柔 千杯呢 那在教会里头 有没有看到 这些骄傲 跟诡诈的事情呢 那如果有的话 我们其实 讲难听一点 离死亡 不是很远 那我们看回这个 因为 以赛亚书本身 在十五章 十六章 有谈到 审判摩亚人的事情 我们现在来看 几个例子 我们来看十六章 我们来看 十六章 我们来看 这个 这个 第六节 这里谈到说 有听到 这个 摩亚人 骄傲的声音呢 所以 他们不谈卑 所以要面对 神这个 憤怒的 审判 所以 你发觉到说 其实 摩亚人 最大的问题 就是 这是 心里的 骄傲 一个人 心里 骄傲的时候 就 有这种 这种 什么 意念 这种 跟神 做对的 这种 倾向 所以 这个 是 神 很 不 喜悦的 事情 所以 你才发觉到说 这里谈很多 神要怎么 毁掉他 但是 那个 主要的 理由 就是 骄傲 这里 我们 détail la manière dont 神 va les anéantir mais la principale raison c'est qu ils étaient orgullous 你如果 有时间 今天晚上 你去念 这个 十五章 十六章 你发觉到说 这个 骄傲 是 主因 主要的 理由 如果您 有时间 词 词 15 16 这 晚 你会 发现 最主要的 为 他们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说 这个摩亚人是不看人情的 就是说他没有这种 这种什么 怜悲人的这种心态 我们来看这个耶利米苏 耶利米苏也花了很长的篇幅 在描写这个神对摩亚人的审判 好我们看 Jérémie chapitre 48 那这里第二节 也谈到说他们用诡计 Jérémie chapitre 48 verset 2 那我们再来看 这个第十节 耶利米苏 第48章的第十节 第十节 好 第十节 南多维也花行事的必受咒诅 禁止道见不禁学的必受咒诅 那个中文跟英文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那其实那个英文就是说 凡是用欺诈的手段来去做神的功的人 会受咒诅 这是英文讲的吗 对 那这里 刚才我们所念的二十五章 是一样的 都是诡诈的 骄傲 诡诈 等等 那这个四十八章里头 二十六节 到三十节 二十九节 是谈到他们的骄傲 然后从二十六节 到二十六节 二十九节 二十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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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什么程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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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神的敌对的 我们说这是狂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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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神的圣山 我们每个人都要保持千倍 所以你在念这个四十八章 有时间你去念的话 大概这个谋亚人 这个特征呢 就是骄傲 诡诈 还有拜偶像 好我们来念 最后一节 四十八章的 四十七节 这里谈到说 这个谋亚人被掠了 但是神呢 最后还要让他们来 归回 这是末后的时候呢 神所说的 所以这里让我们知道说 其实神也要拯救 这一些人呢 当然就不是指着 外邦人来说 非犹太人来说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 是指着末后的教会 有些人的表现 好像磨压人一样 那有这样的表现的人 在神的眼中 好像被恶魔掠去的一样 所以神呢 还是要把他们救回来的 当然啊 这个 要看他们 有没有这种 悔改的心 bien sûr la balle est dans leur camp et il faut savoir s'ils ont un coeur à se repentir 所以这个 二十六章 大概就是 这方面的内容 二十五章 对不起 二十五章 对不起 对不起 二十五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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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因为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就来看一下 二十六章 简单的讲一讲 puisque nous reste un peu de temps 我们 va brièvement présenter 这里呢 是一首 这个救恩之歌 救恩的诗歌 c'est un cantique concernant le salut 好 那我们来看 第一节 到这个 第三节 lisons du verset 1 到 verset 3 当那日 在犹大地 人必唱这歌 说 我们有坚固的城 耶和华 将救恩 定为城墙 为外阁 散开城门 使守信的 义民 得以进入 三节 坚信 依赖你的 你必保守 他十分平安 因为他依靠你 好 那这个第一节 就谈到说 那日 我们有坚固的城 在这一天 我们有坚固的城 那其实就是 当这些 所谓的外邦城 都被毁掉之后 那这个坚固成 神以什么 以救恩 定为他的城墙 如果我们看 如果我们看 启示录的话 那个城墙 是很特别的 是怎么去 被建造 有几个特点 我们可以讲一讲 那个城墙 这个城墙 如果我们说 以城墙 为救恩的话 那这个 救恩的标准 就是以使徒的 教训为标准 那还有什么呢 还有各样的 这些宝石 为根基 那另外一点 它有十二个门 十二个门 那门 那是写着 这个十二个 支派的名字 那个门 是一个 好像一个 珍珠一样 我们教会的教导 这个珍珠 就是代表真理 谁能够进去呢 当然就是那些 守信的义民 可以进去 或者说是 守真理的义民 才可以进去的 中文是说 守信 如果是信 是指信仰来说的话 那就是说 守住所信的 这个真理的人 才能够进去的 那进去的人 就得盟 这个大平安 我们说 这个就是完全的 一个教会 那我想说 我们如果 大家都能够 努力的 领修自己 让教会 达到完全 那我们就好像 进入到这个什么 这个神的圣城 一样 我们在一个完全的 教会里头 我们一定是 常常称谢神的 我们一定会很感激他 因为我们真正能够 体会到神 跟我们的同在 所以我想说 这个是赞美神的 一个主要目的 所以都希望 我们的弟兄姐妹 能够朝着 这个方面来努力 我们每个人 都要下定决心 这样来做 那我觉得说 我们要从 我们的性格 来开始改变 其实我们 最了解自己 最了解自己的人 但是我们面对 一个困难 就是说 我们很多时候 不承认 我们自己的 这个缺点 如果我们承认的话 我们就能够 把我们的 缺点 带到神的面前 求神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胜过 那我想说 这就是好像一种 不断在捷径 我们的一个动作 自己的一个动作 那我相信说 说这个坚固城 是神为我们预备的 当我们进入到其中的时候 我们心里充满平安跟喜乐 每次我们通过这城市 我们都会充满的 平和荣耀 希望这一日 能够早一点来到 我想说时间也到了 因为时间表也出来了 现在我们要做结束的祷告 根据这个安排 就是我们要祷告15分钟 祷告到你们的时间 5点45 我们在祷告当中 要特别为我们的弟兄姐妹 来祷告 身体欠难的 我们要为他祷告 因为这个瘟疫的事情 在英国也有一些 弟兄姐妹 暂上这个 这个叫什么 COVID-19 那我们祷告 保守我们的教会 让我们不要受到 这个属灵的瘟疫的影响 因为现在 有很多有毒的东西 刊物在网上 到处流传 我们祈求神让我们的弟兄姐妹 都有分辨的能力 我们要求神让我们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的弟兄姐妹 承证 好 我们现在 同心和他一起祷告 现在我们要祷告一瘟疫的 一瘟疫的